公式牛车来去二一 二二级剧情演变 安心雅找回牛车 并疑似与牛头荒山亮 互有好感 安心雅或许物质生活较差 但不必侍奉公婆 还可以到外地生活 照顾自己小孩 拜自己祖先 地主媳妇米可白 却要养王府外面生的小孩 小孩与她无血缘之外 还要三天两头 担心被抢走 甚至还要拜 跟她一点血缘都没有的祖先 身为地主媳妇的米可白 剧中角色的一生真是倒霉死了 首先 要地主媳妇米可白 忍耐丈夫借父生子 这当然是一种乌化女性的做法 因为这样 就否定了米可白 也形同不接受一个 没有生孩子的妻子 而因为无法生育 就必须无条件接受 丈夫在外面生一个 乃至丈夫那妾 这所谓妻子的角色 是是更加悲哀的存在 后来 地主媳妇米可白 为了维持在家中的地位 必须接受丈夫公然偷生的 借父生子小孩 甚至还要肩负其母亲的责任 唯一维系 这母子亲情的原因 其实是为了婚姻的存在 委屈求全至此 地主媳妇米可白 活得非常悲哀 就像是 为了看丈夫的脸色而活 后来 丈夫于228中过世 地主媳妇米可白 可以不必为了维持婚姻而活 但却又要照顾 王福的儿子而努力下去 既要一天到晚 担心小孩被电农媳妇抢走 还要继续担任地主媳妇的责任 这实在很莫名其妙 从现代角度来看 很多加入豪门的女星 经常于婚变后公开抱怨 说什么 她们生了孩子之后 丈夫再也不碰她们了 那些宛如深宫怨妇的说辞 实在让大家想不透 在这个时代 为何女性还被当作 传宗接代的工具 而且越有钱的人越有这种倾向 此外 还有个常见的现象 越有钱的人找后妈 越普遍后妈 除了变成前妈的替代品之外 还会变成新小孩的妈 于是 有钱人家庭 同父异母的情况很常见 例子 我就不多说了 奇妙的是 同样的情况 或者说情况变成 类似地主媳妇米可白的情况时 地主媳妇米可白 不但要侍奉公婆 或是要以照顾小孩为终身职制 即使这个小孩 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还要在家中 拜别人的祖先 一丁点主体性都没有 地主媳妇米可白 是绝对没有真正自由的一天的 如果从这里来思考 地主媳妇米可白 是公式牛车来去剧中 最被物化的角色之一 一 生不出孩子 为了维系婚姻 只好眼睁睁看丈夫去外面找人 借父生子 二 丈夫借父生子后 念念不忘露水姻缘 甚至要被迫接受丈夫那妾 三 丈夫死后 要持续为这个家庭 抚养毫无血缘关系的小孩 还必须提心吊胆 怕小孩被亲生母亲抢走 四 始终依附在丈夫婚姻的家庭 没有自我与新社交关系 没有发展第二春的机会 相对来说 电农媳妇安心雅 因为儿子念高雄中学而移居高雄 家里拜的是自己父母那边的祖先 因为牛头荒山亮的关系 找回牛车后 似乎与她有了粉红泡泡 且不说未来剧情发展如何 这个同样死了丈夫的女性 不必在肩负守寡的各式各样道德框框 也没有人能约束她 这样一比较 表面上电农媳妇安心雅命运多产 但实际上被困在命运牢笼的是地主媳妇米可白 不是吗 Blackjack 2023年3月31日